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最著名的电视购物主持人 在购物台直播中说出韩国的脏话 十八而收到了网友们的职责 身为韩国第一电视购物销售王德 穷云正主持人 在直播中说出了十八以及不当言论 而收到了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的审查 那他为什么说了十八呢? 事情是这样的 当天穷云正进行的化妆品销售早走受光了 但是还没有到节目结束的时间 而因为无法提前结束节目而感到不高兴的穷云正 就说了 因为这次的旅程是不收的 旅程是不收到的 旅程是不收到的时间 只要直播一时间 实际上 我没收到的时间 我轮到来 后面 你不收到水吧 我不是收到的时间 我不是收到的时间 你不收到时间 旅程是不收到的时间 我会收到的时间 旅程是必须参着 而因为是直播 对此制作组要求成员者更正一下不当言论 但他一边道歉一边却说道 对我在节目中有时候会使用不当的言论 对此我感到抱歉 但是就当成是综艺吧 电视购物就不能像综艺一样吗 这也就是综艺的节目效果罢了 不看都能知道 在韩网络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在韩网络的综艺有可能说18吗 不可能 他是自己一个人住在美国吗 连饶舌歌手们到现在都没有在综艺骂过人 真的太厉害了 看节目的话 他以为自己很会卖 所以在耍大牌 你现在可以休息了 人生就是因为这种小事小事 导致会走下坡的 因为在电视购物市场 觉得自己是站在最高位置的人 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做出了那种行为 电台工作人员都在看还能说出那种话 就是脑海中有着 我就是最高权力者的想法 收别人的钱在卖东西 没想过会对产品有不好的影响吗 用一张嘴活起来的人 也会因为一张嘴毁丢自己的前程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看得到别人之后